- 全球喪屍民引頸期盼一年多 Netflix首播韓國原創影集《施戰朝鮮》 《亞信傳》終於在昨天上架啦 有奎約五年的全志賢林賢主演 想到大家應該被第二季最後一幕那十秒 全志賢那經典的回眸給震折住了吧 這一回眸就讓我們等了非常久 我本身是一個很膽小的人 我不看恐怖片也不看血腥片 《施戰朝鮮》算是我很喜歡的喪屍劇 它同時也是我頻道分享的第二支影片 對我來說應該算是蠻有意義的吧 有興趣回顧我當初拍片有多麼好笑的黑歷史的話 應該可以點右上角的連結去看喔 在繼續看下去之前也麻煩大家鼓勵鼓勵一下 我可以訂閱這個頻道 每週都會跟大家分享影劇有趣的人事物 還有想要了解更多品心思以下的生活記錄 可以追蹤Facebook跟Instagram喔 正因為很喜歡《施戰朝鮮》前兩季 富有高潮迭起的劇情 電影特效般的畫面 恐懼害怕營造的緊張感 所以這個外傳呢讓我很是期待 而且還等了這麼久又有大咖女神的加持 整部影集只有短短92分鐘 小雅信跟大雅信各佔一半的比例 老實說前面一開始開始有點悶 然後每次看韓劇就會連忙正發作的 我再度分不清楚誰是誰 我覺得外傳的評價應該會很良極 分成兩種類型的喜好 如果你是喜歡驚恐刺激喪屍追逐 那麼這一部可能不太適合你喔 你也許會覺得無聊啊 覺得悶覺得失望覺得不好看 那《施戰》飾演的雅信 在劇中的台詞其實並不多 很多時候都是用眼神表情 肢體動作來詮釋 因此《施戰》在受訪的時候也表示 比起射箭殺喪屍他花更多時間在揣摩雅信的恨意 所以如果我覺得你把它當成劇情片來看的話 我覺得算是交代的挺清楚的 畢竟他是打著一切起源為開端 把前兩季前的故事交代的非常清楚 你將會知道喪屍的起源 紳士草的起源以及最初使用的秘密 還有第一批使用喪屍的人到底是誰 還有雅信的恨意 所以整部外傳劇情算好懂 沒有什麼懸念 中間不太需要去猜測 他就是一個悲傷又復仇的故事 影集一開始用幾段文字揭示接下來 劇情發展的背景 我覺得算是蠻重要的 這邊呼籲大家先不要放空 因為我就是有放空 所以後來對於他們的族名都記不住 朝鮮歷境渦亂之後南方土地慘烈 北方也有一股不安定的勢力 這股風暴就是婆豬衛女貞族 為而打探加簽字婆豬衛 朝鮮利用了另一批女貞族 他們是歸順朝鮮而居 被稱為成敵野人的女貞族 他們不是女貞族也不是朝鮮人 而是徹底被歧視被鄙視的低賤資人 這邊就可以帶出三個族群 一婆豬衛女貞族 二牽使大人也就是前一季世子底下 表現獲得觀眾好感的玉營大將 三、沉底野人權勢前的竹人家人 喪屍源頭始於森林裡的一頭鹿 吃了沾滿蟲卵的生死草 進而變成喪屍 遇到一隻老虎便鋪了上去 結果反被老虎咬死又吃掉 因此老虎間接成了第二源頭 另一方面雅信因為媽媽生重病 跑到傳說中有三生的世背郡去 意外發現洞穴下的壁畫 會有生死草的秘密 也就是說雅信是第一個知道生死草作用 以及如何使用的人 故事的開端 有一批婆豬衛女貞族人 偷跑進四費郡想踩三森 而被海原肇事肇學柱的長子夏令殺了 而千石大人為了維持朝鮮的和平 嫁禍犧牲了雅信的爸爸 導致婆豬衛女貞族將雅信的部落都滅了 只有雅信一人存活 雅信傷心欲絕地將族人的屍體搬到森林埋起來 之後他投靠千石大人 希望朝鮮未來可以替家人復仇 而在這期間他當了朝鮮的密探 再去探女貞族情報時 意外發現爸爸被女貞族囚禁 生不如死的爸爸請求雅信殺了自己 雅信悲痛地完成爸爸的心願 這邊全治賢的哭戲演得實在很讓人動籠啊 那種絕望壓抑的感覺我都有感受到 回到朝鮮後雅信發現當年死去的婆豬衛女貞人 身上有朝鮮人的劍羽毛 就潛落大將的房間 發現進入當時部落事件的卷宗 這才知道父親及族人都是被陷害的 因而展開他的復仇 於是我們知道雅信是第一個使用生死草的人 他利用生死草將拘泥的人變成喪屍 讓他們互相殘殺 我忍不住說全治賢的射箭真的是很美很帥 但是我覺得這一部的喪屍其實有點略遜於前兩季 我覺得自己看起來好像沒有刺激緊張的感覺 影集最後最讓我印象深刻的是 畫面從雅信的視角來看 他拖著軍營唯一的生還者回老家 老家情恨萬里 藍天白雲 家人都笑著等著他 但畫面一轉 從觀眾的視角來看 實際上家人全部都變成被鐵鏈拴住的喪屍 雅信帶著溫柔又悲傷的眼神 跟這些喪屍家人對話 把唯一的生還者餵給家人吃 這邊也解開了第二季之謎 可以判斷雅信用生死草把家人都變成喪屍 並圈養著他們 也就是第二季末世子一行人所遇到的喪屍 這樣想起來其實挺可怕的啊 不免讓期待第三季的劇情走向 難道雅信才是反派? 雅信最後將生死草及使用方法 告訴第一季入宮給王治病的前御醫李承熙 他這麼做感覺好像是故意的 像是有什麼計畫? 依照雅信對朝鮮的痛恨 世子又該怎麼面對呢? 影集最後雅信獨自面對滅族仇人 婆豬未女真竹 曹他們射箭 又會引發什麼故事呢? 我個人是猜測雅信一開始應該會先跟世子對立 中後段才會一起合作對抗敵人 我是非常期待第三季的到來 但是不知道又要等到什麼時候 可能又要等到一兩年過後了吧 希望全球的疫情可以趕快的控制起來 台灣的疫苗覆蓋率呢可以趕快的升高 然後呢也請大家多多保重啦 你有什麼想法嗎? 歡迎在底下留言跟我討論 喜歡我的影片別忘了給我一點點鼓勵 按下訂閱按讚分享給身邊朋友 那我們下支影片見啦 Bye